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6号下午在中南海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希望共情团中央深入贯彻党中央要求 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 更好把青年一代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青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发生了深刻变革 党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 团的立身之本和政治之魂更加牢固 共青团工作的方向任务更加明确 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加鲜明 团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 更加积极健康向上 在广大青年群体中的形象焕然一新 过去五年 共青团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任务 组织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与 永挑重担、冲锋在前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勇气和担当 党中央对共青团和广大青年充分信任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对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寄予厚望 希望你们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推动共青团事业和青年工作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把党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主题和方向 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 把驻方向奋发有为 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 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广大青年团结一致、全力以赴 继续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共青团要把劳新时代青年工作的主题 最广泛的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 激励广大青年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 勇当先锋队、突击队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 青年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 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 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为一生的奋斗奠定基石 共青团要把加强对广大团圆和青年的政治引领摆在首位 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源源不断为党输送健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要抓好面向广大团圆和青年的主题教育 引导团圆和青年认真学习领会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掌握这一科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 提高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 习近平强调 共青团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 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 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 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展现青春的朝气、锐气 习近平指出 要顺应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刀刃向内 纵身推进团的改革 全面从严管团治团 坚定不移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不断提高团组织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 要坚持夯实基层的鲜明导向 不断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 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 广大团干部要倍加珍惜 为党做青年工作的宝贵机会 不断提升政治能力、理论素养、群众工作本领 心无旁骛干好本职工作 用实打实的业绩 赢得党的信任 赢得社会尊重 赢得青年口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 各级党委、党组 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 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建立和完善在党的领导下 各部门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 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开展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要倾注热忱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会上 共青团19届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 汇报了共青团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19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情况 以及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有关考虑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徐晓、王毅、胡百经、胡胜 夏帕克提、吴首尔、于静 分别做了发言 石太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青、 刘金国、王小红参加谈话 再次励烈 祝贤